LINUIT 辉手 嗨,你好,我是海莉安 這一次呢我特別用了小巧郎來訂購淘寶 來看一下我今天訂了什麼東西 首先呢我訂了一個,漱口碑 這個漱口碑一個要3.9塊的 大概20块以内 接下来呢我买了一个 非常好看的甲领子 那这个甲领子呢 之后会在 我穿搭的衣服上面搭配 这个甲领子 原价呢是接近17块人民币 那折扣完之后大约16块人民币 接下来的重头戏呢 我这次包裹买到最贵的一个东西 就这一个 两件式的洋装 它这个外面白色是马甲的背起 然后这个蓝色的衣服是本体 那照片呢在这里 现在跟大家讲一下我买淘宝的长久经验 以前呢我用官方淘宝集运 但是很多卖家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运动到仓库那边 就每一次每一次都把商品寄丢 偶然用到乔乔郎呢是因为有一个YouTuber介绍的 那我觉得乔乔郎实际用起来还不错 包装会烂烂的 像用官方的那么烂 然后啊在这三个包裹的时候 其实啊这个甲领啊 也真的找不到他的货号 然后那时候就很紧张 想赶快去找卖家问这个甲领子的货号 容易紧张的女子需要舒缓压力的业配欢迎厂商赞助 幸好乔乔郎有帮我把它放进来 你询问卖家他是用什么快递寄的 然后运单编号是什么 你就能安全的拿到这个货 因为我以前订了很多的货啊都被寄丢 就是很多卖家会帮我退款 但是我拿不到货的情况 我买这三样东西的原因是因为 我的漱口碑呢刚好少一个 在台湾的话一个漱口碑都要 二十五三十五这样子 这甲领啊是因为我的衣服啊 都是圆领的比较多 所以说我想要买一个甲的领子 让它看起来比较短重一点 那这个领子呢 哦真的上升的话看起来跟披肩一样 超级无敌大 我很满意 那之后的话看我的IG穿搭 IG追起来 然后再来呢是这个马甲洋装 这马甲洋装呢是为了我在冬天的时候 要出门拍照啊 或者是出去玩的时候 想要有一套比较好看啊 日系的慵懒一点的衣服 我很少在买冬天的洋装 我觉得买一个可以上班穿 跟外出休闲的衣服 算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那我觉得用乔乔朗 就是他要处置运费还蛮麻烦的 就是要汇款啊 或者是用台湾配去做支付 我的运费呢总共花了台币130块 乔乔朗5公斤运费为130元 未满5公斤 用5公斤运费计算 汇款到乔乔朗指定的账户 那他们的汇款账户呢是玉山银行 因为我本身没有接到干妈的业配 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讲我用了什么 然后有现金回馈 但是我只能告诉你我用了一个东西 然后用平常的方式购物 然后有现金回馈 那要接到这个干妈的邀请 我才有办法讲出来 这样是我 乔乔朗订购淘宝的感想 乔乔朗超赞的 之后如果要订特货的话 再跟大家讲我订特货的时候 遇到的困难或者是建议这样子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我是海莉安 我们下次见 拜拜